在逝去的血与火的历史风云中 展现生命的丽与美和永恒的尊严 鲁西奥·科尔尼利奥·苏拉死后 时光如梭 一晃四年过去了 建成第680年3月朔日前15天 也就是2月15日 罗马人的子孙们开始庆祝牧神节 这天是罗摩洛和雷姆埋下罗马建成的 第一块基石的节日 也是祭奠他们的奶妈母郎 以及代表土地封产的牧神潭的节日 尽管关于这些仪式的起源的说法 有许多是没有实际根据的 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就是这个节日一直在举行 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节日 独裁官凯撒也曾为举行节日 而颁布过法令 人们都认为 在母郎沿洞前面那棵 鲁米娜列无花果树 是一棵神树 据传说 母郎就是在这棵无花果树下 哺育了罗摩洛和雷姆的 鲁米娜拉无花果树 也由此而来 因为鲁米娜拉无花果树的意思就是 奶妈无花果树 在当初的无花果树衰老枯萎的时候 祭司们就举行庄严的仪式 在原地换上另一棵 以后也就照此办理 罗马人曾流行这样一种迷信的传说 奶妈无花果树 枝叶茂盛 果实累累的时候 也就是罗马大帝 繁荣昌盛之时 在法乌诺庙前面的拱廊下 站着一位大约25岁的青年 他倚着一根柱子 静静地观察着 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跑来跑去的牧神祭司们 年轻人 身强力壮 力大无比 一表人才 身体各部分长得都很协调 结实地仿佛雕塑般的景象上 高昂着一颗姿态高傲的头颅 显出一副高贵的气派 一头污量洒过香水的卷发 映衬着他那高高的 又高又宽的前额 一双好看 表情丰富 犀利威严的眼睛 充满了善意的微笑 仿佛他要吸引所有人的心事的 从他那火焰般的目光中 从他前额的皱纹中 以及他那紧锁的漆黑浓眉中 不时地显露出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仿佛要征服所有的人 他挺直的鼻子 线条清晰 十分俊美 他的嘴显得略小了一点 但他那凸起的丰厚的双唇 却使人难以忘怀 充分显示出他对权力和美色的欲望 仔细观察 他白净的脸颊略带橄榄色 为这位高贵伟大 威严而英俊的人 更加增添了几分魅力 这位青年 就是卡约朱里奥凯撒 他一身希腊风格的典雅打扮 上身穿紫色的丝带束腰的 紫边白麻布紧身衣 外面披着一件 用极薄的丝绸制成的 镶着淡蓝色宽花边的 雪白的袍子 紧身衣和袍子上 都有文雅下坠的皱褶 使这位英俊人物的漂亮身影 显得更加潇洒 这时的丘利奥凯撒二十六岁 他生于建成第六百五十四年的 七月十二日 他极富教养 善于雄变 非常好客 作战勇敢 精力充沛 情趣高雅 在罗马 他有很高的威望 从姑母朱利奥方面来论辈分 卡约朱利奥凯撒 是玛利奥的内侄 而且从他的交往友谊 和选举倾向来说 也完全是玛利奥派的人物 他在十七岁时 去鲁奇奥克里奈利奥 清纳的女儿 库尔利奥为妻 清纳也是条顿人和秦布里人的征服者 玛利奥的坚定支持者 曾四次当选为执政官 苏拉消除了一己 独揽大权时 下令杀死了两个拥护 玛利奥的朱利奥族人 要求年轻的卡约朱利奥凯撒 与妻子离婚 但凯撒立场坚定 态度坚决 不愿服从他的命令 苏拉准备下令 将他处以急刑 多亏几个有影响的苏拉派人士 和全体维斯达真女出面求情 才使他免于一死 没有成为镇压时期的牺牲品 凯撒认为 只要苏拉统治罗马 他自己就不会有安宁之日 因此 凯撒出逃到了萨比纳省 在拉齐奥山和迪布尔迪诺山区 一直隐居到苏拉死去 凯撒回到罗马以后 立即同跟随 马尔科·米奇奥·特利摩总督的大军远征 参加了围攻 米迪伦人的战役 他作战英勇 武器运用灵活自如 远征结束以后 他奔赴希腊 到那里去聆听著名哲学家的教诲 拜访伟大的雄辩家开办的学校 但是凯撒所乘的船 驶到了福尔马古萨岛时 遇到了海盗 他们做了海盗的俘虏 凯撒在危难时刻表现得非常英勇 正是这种力量 使他在后来得以统治全世界 凯撒问海盗 他们需要多少钱才能给他自由 海盗提出了20塔伦特的巨额数目 凯撒听后高傲地答道 我的价值远不止这些 你们可以得到50塔论他的赎金 接着他又补充道 一旦获得自由 他就要追杀这匹海盗 把他们抓住 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不愧为罗马人的崇高回答 充分展示了他的坚强性格 和自己的尊严不容侵犯 凯撒确信 人们一定会相信 朱利亚族人的诺言 他很快就会筹到这笔巨款 他把自己的奴仆分头派遣到 以佛索和撒摩斯 以及附近别的城市去筹款 赎金很快筹集到了 他把赎金交给了海盗 他们获得了自由 但是他刚一获释 就立刻在附近的海港里 征集了几条三层桨的战船 出发追杀海盗 他追赶并击溃了他们 把俘虏交给了当地的罗马总督 要求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总督却不想处死他们 而准备把他们出卖为奴隶 凯撒得志以后 他自作主张 下令把这笔海盗 统统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声称对自己的行动 向罗马元老院和人民负责 这一撞举使朱利亚凯撒声誉大振 凯撒对服饰很有讲究 而且精通剑术 是体操和军事训练的能手 他在竞技场和举行比赛时 总是优胜者 他充沛着精力 令人难以置信 在战斗中 他是一名勇敢的军人 辩论中 是一名出色的雄辩家 他在罗马享有极高的威望 即使他出行在外 也有很多人对他表示敬佩之情 因此 在建成第六百八十年初 大祭司团中的 奥雷利予·科他死后 凯撒就补认了这一崇高的职位 他就不足为怪了 此时 站在法务诺神庙进口 注视着在岛上 药神和法务诺神的庙宇之间 熙熙攘攘人群的凯撒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他用右手的食指 向麦特勒比奥 做了一个勾指的动作 把他叫到自己的身边 善良的麦特勒比奥 我有一件小事需要麻烦你 你不是常常到 尼奥·杰尼奥·诺尔巴诺家里去吗 那还用说吗 麦特勒比奥装出跟诺尔巴诺很熟的口气说 可爱的 诺尔巴诺带我不错 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早就如此了 还是在我的著名的好朋友 不晓得路奇奥 克尔尼奥 苏拉还活着的时候 听完他的话 凯撒的脸上略过了一阵憎恶的表情 这种神情不仔细看 还不容易察觉出来 但他表面上 还是装出一副很真诚的样子 那么你知道 凯撒想了想说 麦特勒比奥 我今天晚上请你到我家吃饭 到时候我再慢慢的把事情告诉你 我太幸福了 我太幸福了 我真是感到荣幸之志 好心的凯撒 我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 好了得了得了得了 你的感谢已经够多了 去吧 你的朋友在等你呢 我们晚上再见 凯撒做了一个气派高贵的首饰 跟戏子告别 麦特勒比奥千恩万谢连连鞠躬 然后离开凯撒 向附近的 Escola Pio酒店走去 由于凯撒的谈话对象 是一个非常喜欢 阿谀奉承的卑鄙小人 而他自己又以征服女人的芳心著称 因此有人会以为 他一定是想从 麦特勒比奥那儿探听一些风流运势 此时 三座神庙周围人声鼎沸 麦特勒比奥由于得到了 朱尼奥凯撒做客的崇高礼遇 而心花怒放 他来到了酒店里 开始像已经坐在餐桌旁的伙伴们 炫耀凯撒对他的邀请 尽管还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在等着他 乐开了怀的戏子 还是贪婪的大吃起来 同时还猛喝酒店主人提供的 醇厚的法莱尔诺葡萄酒 酒店的客人很多 兴致很高 胃口很好 酒店里到处是兴高采烈的弹笑声 杯盘香壮的叮当声 和酒杯的碰撞声 与米特洛比尔同在一张桌上吃喝的人 发出的玩笑 细屑 笑声和喧哗声 使他头昆脑胀 他不知时间已经飞快的逝去 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杯酒 两个小时以后 这可怜的家伙 饮酒过量 舌头开始发硬了 但是神志还算清楚 意识到情况不妙 再这样过不了一个小时 他自己就会烂醉如泥 不能到凯撒那里去吃晚餐了 于是他决定与他的伙伴们告别 他用双手吃力的撑着桌子 费了好大的气力 才站着了身子 结结巴巴的 同伴们解释他必须走了 有人在等他 凯撒 在 在等我 吃晚饭 同伴们对他的这番话 抱以嘲弄和嬉笑 不一会儿 他就来到了 暴风雨女神弗雷纳的圣林 这片树林恰好在 切斯蒂利奥桥和 苏布里奇奥桥之间 维特比奥来到了树林的浓印下 开始尽情的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继续向树林深处走去 他急切的想找到一块幽静清凉的地方 也好行行酒 他在几条小路上漫无目的的撞来撞去 突然他发现树林的中心 有一个不大的空场 空场呈圆形 空地上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 他背靠着这棵百年大树的树干 坐在草地上休息 哎呀 太奇怪了 他低语道 哎呀 我万万没有想到 在暴风雨女神的圣林中 居然能找到一块 是我心中的暴风雨平静下来的好地方 哎 平心而论 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是很舒服的 真的 牧人生活的美好 已经不是诗人的幻梦了 哎 远离城市的喧闹 静静的原野 过着快乐的生活 鲜嫩的绿草 蹦蹦特跳的小山羊 哎 嗯 说着说着 梅特勒比尔突然觉得自己的眼皮 变得越来越沉重 起初梅特勒比尔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 自己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他想弄清楚自己是在做梦 还是已经醒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他揉了揉眼睛 顺眼轻松的 瞧了瞧周围 发现自己还在树林里 这个时候天色一黑 只有月光透过树木的枝叶落了下来 将黑暗赶走 他模模糊糊糊的记得 他当初是如何来到这片树林的 他也终于弄明白了他梦中听到的叱骂声 其实就是离他不远的地方传来的活人的声音 我们要以牙还牙 我们宁愿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死 绝不愿意为了主人的遗孝 而惨死在竞技场 有人慷慨激昂地进行着自己的演讲 这批形同野兽的疯子 他们觉得被压迫着的鲜血 能为他们带来快乐 现在 就让他们自己也拿起短剑 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吧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流血 也让他们明白 在奴隶 决斗士和所有受压迫的人的胸中 也都跳着一颗火热的人心 我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的名义奉劝他们 伟大的丘比特神 造出来的人类 是人人平等的 阳光平等地照着所有的人 大地为大家带来公平的收获 人人都有享受幸福和欢乐的权利 这番在寂静的深夜里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引来了一阵声音低沉的赞许声 梅特洛比尔马上明白了 这些人都是想对罗马共和国造反的家伙呀 他觉得这个大声说话的人的声音很熟悉 但这是谁的声音呢 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在什么时候 尽管梅特洛比尔绞尽脑汁 努力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 但他还是想不起来 那么 也就是说 我们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秘密活动 终于迎来了自由的曙光了吗 另一个人用生硬的拉丁语问 我们可以自己顿手了吗 第三个人问 我觉得可以了 梅特洛比尔醒来时 听到那个人的声音回答 尔托列治 明天就离开 梅特洛比尔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全明白了 他知道说话的人是谁了 没错 毫无疑问 他就是斯巴达克斯 他也一下子明白了 他们在那干什么 斯巴达克斯说 尔托列治明天就到拉文娜去 他的任务就是通知格拉尼扣 叫他 以及他的五千二百名决斗士 做好准备 他们将是我们起义大军的第一军团 克里索 第二军团由你指挥 人员由我们被压迫者同盟 在罗马的七千七百个成员组成 第三和第四军团 有我和奥克多玛尔帅领 这两个军团是由卡普瓦的 伦团把他丫头的决斗学校里的一万名决斗士组成 两万人组成的决斗士军团 奥克多玛尔欣喜若狂的喊道 两万人太棒了 太棒了 我对地域里的诸神启示太棒了 我可以打赌 我们一定能够使苏拉和马利奥的狂妄的罗马军团 望风而逃 到现在我们大家必须清楚 为了被压迫的祖国 为了我们事业的成功 也为了 将我们团结起来的神圣信仰 斯巴达克斯说 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要保持轻轻的头脑 任何鲁莽的行动 都会葬送我们的事业 我们为之整整艰苦工作了四年 任何不合时宜的暴动 任何轻举妄动 在目前这个敏感阶段来说 都是不可饶恕的 五天以后 大家就可以听到我们的 起义首战告捷的消息 卡普阿 已经在我们手中 到时候 我和奥克诺马尔会把队伍拉到旷野上 一有机会 我们就会猛攻卡普尼亚的手术 到时候 你们在拉奥纳的 或者在罗马的人 就应该把自己的队伍拉出来 与我们会合 但是 在卡普阿吉以前 你们要继续保持镇静 表现得和往常一样 听明白没有 斯巴达克斯说完 决斗士们热烈地议论着 他们大概二十五人左右 都是被压迫者同盟的核心成员 他们互相交换思想 互相鼓舞斗志 互相描绘希望 互相回忆往事 互相质疑问候 一切进行完毕 决定散会 他们边说话 边朝 Metro Bill 躲藏的地方走来 突然 斯巴达克斯喊了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